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Annie 今天很開心 亦很特別 如果你們有留意我是第五十一條影片 分享我去到馬來西亞的感受的影片裏面有說到 希望未來可以跟不同的Youtuber合作 所以今天這個特別嘉賓也是Youtuber 同樣也是香港女生 由香港選擇去馬來西亞 就是Shirley in Malaysia的Shirley 大家好 我是Shirley in Malaysia 已經回到香港了 很開心可以認識到Annie 我們今天一起比較東馬和西馬 跟她的溝通過程 都覺得原來東馬和西馬都有點不同 雖然我們都身處在同一個國家 事不宜遲 好 一場來到香港 我們商約在香港 當然有這個特色的香港小食 跟大家聊天 一直吃東西 我們今集分了四個部份 包括E、食、住、行 我們首先講一下E 如果E方面在吉隆坡邊又不知道會怎樣呢 大家看我的頻道都應該知道 我之前有留言過馬來西亞人的意識和香港很不同 但我們今次不比香港 就比較東馬和西馬 不如我聽了東馬那邊 再補充西馬那邊有什麼不同 我自己本身就在沙巴阿比KK那邊 我留意到東馬那邊 他們都跟他們自己的風氣比較悠閒些 大部份都會以短褲、T恤、拖鞋為主 我感覺到他們對名牌的追求都很低 一般都是以自己舒服、做自己的風格為主 我想大部份馬來西亞人都是 我想九成的馬來西亞人都是 但吉隆坡呢 之前也有提及過 其實他們都很喜歡穿名牌、潮牌 有時眨眼看上去都會覺得 有點像中國小網紅 穿那種金鏈、over-sized T-shirt 但大部份他們都是比較casual、chill、短褲、拖鞋 對呀 這個也很像 好,第二部分就是吃 吃的話在東馬沙巴這邊 我留意到他們都比較捨得吃 如果你說怎樣捨得吃 如果那頓餐是好吃的話 他們真的願意駕駛兩三個小時 去吃那碗麵 然後就駕駛回來 而且他們在整個洗股裏面都比較捨得 如果吃一頓好的話 對比買一件漂亮的衣服 他們會寧願吃一頓好的 我應該要多吃東馬的美食 和認識東馬的朋友 因為我都很捨得吃的 所以我應該都要跟他們做好朋友 沒問題沒問題 歡迎你過來的時候 我一定會介紹東馬沙巴那邊的朋友給你認識 另外在吃方面 除了他很捨得吃之外 我留意到我們沙巴 暫時阿比啦 KK這邊 就未有米芝蓮餐廳 我也希望 未來北九的將來 都會有米芝蓮餐廳 進駐在沙巴阿比這邊 糟糕我不停在這裡吃 大家就知道 我是多麼喜歡飲飲食吃 所以 衣食住行 可能吃到我很大部份的錢 對比回 我覺得馬來西亞的人 都很捨得吃 但西馬這一邊 都會願意開車去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之後排好長隊 那間餐廳不能預訂 可能只是吃魚頭米 但他們都會願意等很長時間去吃 我也有融入這個問題 因為我以前不喜歡排隊 但是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呢 這個心態就令到我要嘗嘗 但第二 講到米芝蓮餐廳 貴圍這個首都 當然加隆坡就有米芝蓮餐廳 但除此以外 其實加隆坡是很多 很美麗 亦都很精緻 很好吃的咖啡 然後西餐 歐買咖啡 所以其實加隆坡 這個地方都很適合我 對 對 我之前去過一段時間 我都看到很多餐廳咖啡 性法比是很高的 因為對比香港 如果你說入了一間美麗咖啡 剛才它又不會趕你走 然後有很多打卡位 這個我都留意到 另外 吃那裏 我們都留意到 原來東亞沙巴邊 有一些品牌 我們來到吉隆坡邊 是未必有的 例如沙巴這邊 阿比有YOYO 麵包店 還有金糖 還有一些超市 我留意到 跟西馬邊都是不同的 你那邊 我就想知道 你如果超市在哪裏 你有沒有平時去哪一間超市 還有留意到 是不是都 有不同的特點 他們買東西的特點 我以前比較多去的超市 都是Jana Glosser 因為我公司在那裏 有賣東西 所以沒有特地去哪裏 自己一個人住 我真的沒所謂 但我會有時要看哪一間超市 可以買到更多外國或日本的水果 因為馬來西亞自己 已經種植很多 出產很多水果 所以不需要靠澳洲的士多啤梨 日本的麥瓜等等 但哪個超市可以 切合到我突然很想吃 這東西的慾望呢 這個沙巴東馬 有少許分別的 我留意到大部份 超市買的東西 都是比較日常生活的 都有一些進口水果 但相對價錢 當然會比本地本地的東西 更貴 我留意到 我們暫時 沙巴這邊 KK未有Donkey 又未有EON SWARKET 還有 留意到多一點 就是我們沙巴亞美 叫KK 反而沒有KK Market 在你們那邊 我們這邊有ORANGE 這個我留意到 來到這個住 那就請問一下Shirley那邊 吉隆坡 對啦 之前也提及過很多 關於吉隆坡的提示 住屋等等 現在就談談它的配套 我相信馬來西亞的樓 其實都不外乎是Condo 和Landed 但我之前也提及過 我住在Condo 很體重的 就是它的安全 有沒有24小時的安全 然後樓下 是不是已經有商場 超市 方便不方便等等 我居住吉隆坡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我也沒有居住Landed的經驗 但我很想知道 東馬究竟他們那邊 有Landed 例如一堆牌屋 住在一起 是不是都有安全 居住Landed 誰會幫你收拾 這些很重要的 其實怎樣呢 好啊 我們這邊 沙巴東馬這邊 其實Landed 也有一些屋院 請了24小時的護衛員 但是你說收拾數 其實主要都是 他會有個地方 給你收 但未必是護衛員幫你收 可能有個地方 給你擺下 甚至乎是 因為以我所知 我認識的朋友 其實大部份 可能他們都會送去 方便的地方 或者公司樓下 要不就是家人幫他收 我自己都是住Condo 我自己看過 我們Condo的letter box 上面很多時候 很多件都放在這裡 但我又想查一查 他們是真的不會自己 拿別人的件 他們都真的挺自律 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他們就不會拿 但我看過 有時全部都放在這裡 第一都還在 這個我也想說 其實因為我的Condo Security都不錯的 因為Condo要簽收對名才可以拿 這個很好 但採取食物 如果突然採取食物 那怎麼辦呢 我當時住Condo 我至少有五次 被人過了我的外賣 我當時很生氣 又很餓 所以我覺得 都是看不同的地區 或者是公民教育文化等等 我們採取食物 也有的 但我看到很多時候 都是屋主 採取食物的人 已經打給他 他已經在Lobby等那輛車來 噢噢噢噢 對 他們是直接收的 來到行 醫食住 當然是說行 我留意到 沙巴東馬這邊 以我所知 未有Highway 亦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沒有Tofi 對 我們那邊 其實隨便過一區 都會給Tofi 雖然不是說很多 但是每天這樣比 就是很多 對 沒錯 少數拍牆計 而且我還留意到 我們這邊 暫時沒有 日常乘客的MTR 或者輕軌 去到很遠的地方 例如 爸爸那些 就會有火車 對 在吉隆坡生活的前期 我都有坐LRT等等 的交通工具 但我問了很多 吉隆坡的朋友 他們說 我們從小到大都沒有坐過這些 交通工具 所以 其實可能都是駕車比較方便 對 他們真的以駕車為主 我留意到我們 正在用刮卡紙 刮卡紙 刮卡紙 刮了之後 放在你的車的外面 還有分一格格收費 我猜他們未到用程式 那麼普及化 因為我看見我們那邊 還有很多年長 或者老人家駕車 我猜他們可能 年長的都未必個個懂得用程式 所以還在用刮卡紙 我剛剛才第一次聽 刮卡紙的概念 所以 我記得我在吉隆坡生活的後期 因為有駕車 所以開心很多 方便很多 但我相信東馬刮卡紙的文化 會慢慢開始活絡 沒錯 另外我看見我們那邊 未有雙層巴士 也有一些小型格的巴士 我相信因為人口關係 始終未像首都吉隆坡那邊 所以未有雙層巴士 其實吉隆坡的雙層巴士也不多 之前我也提及過雙層巴士 就是以前英國殖民時期 有些遺留下來的產物 香港會多些 但吉隆坡本身大家都駕車 所以對雙層巴士的追求 就不是很大 反而Grab就很多 雖然Grab很多 但也很貴 是的 我那次去過吉隆坡那邊 叫Grab 嚇到我 我在KK阿比面 因為剪了一個攤子 點到點之間其實是比較接近的 即使去到機場 都可能是來回 或者單程 可能是幾十元 幾十元馬幣 其實我那次去吉隆坡 我好像從Pavilion那邊 去IOI那邊 我只搭了九個字的Grab 然後看到應該很金 然後還沒計算Tofi 那邊搭了七八十元馬幣 然後說很貴 當然對於香港就很少試 去機場已經差不多四五百元 但對於馬來西亞來說 其實坐Grab也是一個奢侈 是 好 今天這條影片 我們分享東西馬兩邊 來到這裡 我約Shirley出來 點指一條影片 這個是上半部分 今天下半部分記得來我的頻道 就會說到 你真是過來東馬和西馬生活的 一些提示 不是你在Google可以找到的 是過來人的一些實戰經驗 Critical和心態上都有的 所以看完下半部分記得來我那裡 是的 還有記住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你們有什麼留言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但你會發現 東馬和西馬還有一些不同的 或者有些相同的 都可以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按讚和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到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之前看你的影片 看你懂得開車 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這個是雪藏車牌 那你現在去到東馬 有沒有訓練 有呀有呀 接下來我會出車 這次一月回去就會拿車 對 所以我剛才說你們那邊 會流行用Tap and Go 對 因為要給Tofi 我們那邊是用Food Store 好 明白 很厲害 我看你開車的影子 因為東馬那些人開車 應該是比較一樣的 對 對 你說什麼 西馬我們開車 像香港 都不出奇 都可以的 還有你應該沒有那麼塞車 那些 相對上是 不過對我的朋友來說 他們已經覺得是塞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笑 你們這樣都叫塞車 因為在我的心目中 在香港或者泰國 那輛車真的不動 停了就叫塞車 其實他們那些塞車是動的 動火車 對 慢一點 動兩動停下 動兩動停下 但我便覺得 那也不是叫塞車 只不過是慢洗 而且我知道他們那邊很少搓我們 所以相對是 配合他們的文化 比較休閒 很少可以享安去催你 我也很掛念馬來西亞有閒的日子 沒錯… 希望你有空可以過來 好呀 我們真的要過來西馬 好呀 過來沙巴這邊 沙巴我們玩 好呀 謝謝 請抱歇 好呀 謝謝 謝謝